营救专业户莲姆尼森 搭配地球球花莫妮卡贝鲁奇 2022年最新动作惊悚片 记忆新鲜出炉 这一次老爹不再营救 变成了一名处于阿尔茨海默病早期阶段的合同杀手 他半世马里毫不托泥带水 这个拿着鲜花的男人是个风流才子 来医院看生病的妈妈还不忘了和前台妹子搭讪 殊不知这是他最后一次撩妹 刚走进病房 就被假扮成护士的盖哥勒住脖子 直接带走 盖哥现在也老了 本来打算做完这单就金盆洗手 退出江湖 可还是没有拒绝上线小胖的再三请求 决定帮他完成最后的两份合同 事情一如既往的进展顺利 这位一身香味的男人就是盖哥的第一个目标 他的老婆告诉他 下次回来时 把身上其他女人的香水味弄干净再回来 说完便下楼独自出门找朋友聚会 突然门铃响了 男人像往常一样去开门 却看到两米高的盖哥拿着手枪抵住了他的脖子 直接吓尿了男人 他手中握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所以他乖乖地打开保险箱 希望盖哥拿到东西能够手下留情 放自己一马 也许他自己都觉得不可能 便顺手拿起个硬物朝着盖哥打去 就在这时 女儿下楼来找爸爸 为了防止行踪暴露 盖哥只能下狠手 不然小女孩也要被灭口 这可就犯了盖哥的忌讳 解决掉目标后 盖哥留了个心眼 转身拿走了保险箱中的关键材料 回到车上后 他通过平板查看下一个目标 从照片中 他就发觉这个目标年纪不大 事情也果然如此 趁着夜色 盖哥潜入提前摸好的地点 一手持枪一手拿电筒 可走近后 却看到扭过来的女孩是个未成年 惊醒的女孩 急切地向眼前的男人哀求着 嘴里还一直说着自己什么都没偷 盖哥没有追求真相 只是自己的原则 在扼杀孩子方面界限明显 他拒绝了这个合同 第二天他找到了这个合同的客户眼镜哥 在厕所里抱揍了一顿 告诉这小子 合同解除 而且我知道你的位置 给我老实点 如果女孩出事 我饶不了你 到了晚上 无事可干的盖哥来到酒吧捷捡外 趁机来了个英雄就美 看着一旁的罪汉对着美女一顿纠缠 盖哥上去就是犀利的两巴掌 一脸蒙圈的罪汉骂骂咧咧地逃走了 女孩对此非常感谢 举起酒杯表达谢意 当晚盖哥就做了个噩梦 摔到了床下 一旁的女人赶紧安慰他 他却早已不记得这个女孩是谁 幸亏记忆很快找回 可白天就听到了坏消息 他看着眼前的新闻 隔职合同中的未成年被一枪爆头 他急忙转过身 向女人一遍遍求证 自己昨晚是不是一直在酒店休息 结合自己做的噩梦 他非常害怕就是自己干的 幸亏女人很确信他昨晚一直都在 盖哥才放心下来 他让女人赶紧离开酒店 不要再回来 而且不要向别人提起见过自己 说完盖哥紧急离开了酒店 他小心翼翼地走进地下室 手中早就拿着武器戒备 开门后仔细观察周围环境 发现显示器的线已经被切断 之前租来的轿车 俯下身子看向车底 便发现了一颗遥控炸弹 盖哥站起身后紧急转移位置 裸在暗处的小胖知道 自己的计划已经暴露 没想到却听到了女人的说话声 原来好心的女人是来给盖哥送药的 可惜为时已晚 倒在了盖哥的怀中 手中的药落了一地 看着死去的女人盖哥心中愧疚不已 他拿起手枪静止朝着枪手的位置冲去 小胖也被这怒气吓得惊慌失措 逃跑中还是被盖哥抓住 即使是昔日的好友 盖哥下手也是丝毫不熟冷 毕竟是好友先背叛的自己 而且还搭上一条无辜女士的面 他把女人抱起来 藏到了后备箱里 被绑在方向盘上的小胖 向盖哥苦苦哀求 盖哥可没那么心愿 告诉小胖退休快乐 按下遥控器离开了停车场 既然客户要对自己下狠手 盖哥为了保命 只能主动出击 而幕后主使便是地球球花 莫妮卡被掳气 年轻的莫妮卡 可惜他的儿子兰迪不争气 有着一个奇怪的品号 母亲为了遮羞 不惜花费重金 雇了顶尖杀手平逝 不过这次他挑错了人 惹了营救专业护联姆尼森大叔 大叔的本事可以通天 为了证明警局办事效率太差 他直接来到警局门口 给探员毛哥打电话 还扬言自己就是 停车场爆炸案的凶手 毛哥一听 给同事小美使了个眼色 让他立即追踪信号 这时站在窗前的毛哥 看到了窗外的一个男人 凭警察的直觉发现 这人很可能就是和自己打电话的人 事实也的确如此 大叔已经掐好了时间 告诉毛哥他们面对的敌人 是个资本家 可你们动作实在太慢 大叔挂完电话离开 小美恰好搜到信号具体位置 确信窗外的男人 就是打电话的杀手 毛哥和小美赶忙追出去 赶到长一旁后 却只看到了一只手机 他明白 这明摆着就是个挑衅 讽刺警察办事效率慢 随后大叔便开始执行 自己的复仇计划 眼镜哥是莫妮卡的助手 眼镜的他成了近视眼 完全没注意到危险的来临 窗外一个披着雨衣的黑影 朝他走近 透过玻璃 一枪解决了眼镜男 这才发现黑影就是大叔 兰迪得知眼镜男的死讯后 着急忙慌地找到妈妈 莫妮卡寻求安慰 他认为大叔既然找到了眼镜 下一个肯定就是自己了 莫妮卡安慰他不要慌 他已经为他安排好了 今晚去日内瓦的飞机 让他即刻启程 离开此地避避风头 与此同时 警局在大叔的启发下 派出了警探小马 去眼镜哥的老婆那里询问消息 两人进行了一场完美的邂逅 小马也从这里得到了关键信息 回到警局后 很快查到了下一个关键人物 正是兰迪 他们马不听题找到兰迪的位置 打算守住待兔 等着大叔自投罗网 走下车的毛哥 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瓶子碎片 这个碎片和停车场爆炸案 凶手留下的药瓶一模一样 确信大叔肯定就在此地 立即招呼手下四处搜寻 可还是晚了一步 大叔早已找到了脱光的安迪 对着枕头就是两枪 随后赶到的毛哥看到目标已死 只能继续追踪 在桥头恰好看到了刚离开船的大叔 毛哥寻着大叔逃跑的方向追据 突然前方一辆轿车嘀嘀两声 吸引了毛哥注意 大叔则出现在他的后方 拿枪控制了他 毛哥只能放下武器 其实大叔有意在等他 他虽然是个杀手 但是他从不伤害女性 尤其是未成年少女 所以希望毛哥也能帮助死去的女孩复仇 突然小马赶来拿枪对准了大叔 大叔不慌不忙地让毛哥控制局面 因为自己手里有关键证据 如果他死了 证据也就消失了 毛哥只能命令小马先把武器放下 随后大叔开车打算离开 没想到小马不听命令 举起手枪对着轿车疯狂射击 不幸的是 大叔肚子中了一枪 他忍着剧痛停下汽车 准备换辆汽车再走 可伤口实在太疼 刚启动车子 就差点出了车火 好不容易找了个僻静的地方休息一会儿 附近巡逻的警察 却发现了这辆可疑的车辆 连母大叔老了 还患上了老年痴呆 他吞吞吐吐地应对着巡逻的警官 警官以为他喝醉了 可很快就发现了他手上的枪 大叔为了保密 只能奋力举起手枪 快速做个了结 没办法 谁让急速营救的大叔 变成了坏蛋杀手 不仅如此 变坏的还有女神莫妮卡 不过警方苦于没有证据 他的儿子又刚刚过世 只能不下众紧力保护这个女妇婆 从监控可以看到 为了应对躲在暗处的大叔 警方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而这时的大叔刚刚走回自己的藏身之处 用酒精简单处理一下伤口 然后做了个错误的操作 他把手枪分解后 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到了第二天 楼上木板发出的滋滋声响吵醒了大叔 原来是警探小马根据线索 找到了大叔藏身的面包房 慌张的大叔组装好手枪 对准地板 时刻警戒 幸亏小马没有察觉异常离开了面包房 虚精异常的大叔终于松了口气 回到警局后 三人一对信息 才发现 面包房极大可能就是大叔的藏身之所 因为就在调查昨晚警探的死亡时 发现了留在货车上的鸽子粪 而面包房除了鸽子粪别无其他 不过这时的大叔早就离开了 毛哥动用大批警力只能扑个空 此时的大叔 已经来到了莫妮卡所在的大楼下方 开始了对莫妮卡的最终暴露 大叔先用警车制造混响 吸引一批警力吊虎离山 后莫溜进大楼后 抓了个落单的警察 让警察假装对讲机没电 需要换电池 成功混上了电梯 他以警察为人质 威胁其他警察放下武器 可偏偏有个小兵打破将军 拿起手枪对着大叔就赶 大叔也没想到这一处 只能拿起机关枪反击 前面的警察应声倒地 剧烈的枪火交战 吓得里屋的莫妮卡心惊肉跳 大叔趁警察换蛋的时机 站起身猛然反击 打破吊灯 大楼顿时陷入了一片昏暗 从旁门离开后 忍着腹部的疼痛向楼顶跑去 随后大厦恢复电力 士兵也朝着楼顶的方向追去 守护莫妮卡的警探 也准备让女神撤离此地 刚打开门 外面的玻璃就碎了 大叔手持机枪 乘坐升降机破窗而入 走近警探对着脸部重重的一击 扔掉没有子弹的机枪 大叔掏出手枪 准备了结和莫妮卡的种种恩怨 没成想扣动扳机后 却发不出子弹 正当大叔诧异之时 醒来的警探一拳打晕了母叔 不得不说女神还是命大 原来早上的大叔太不慌张 手枪的撞针掉在了地上 随后被毛哥带领的小队找到 大叔就此落网 生气的警探对着大叔一顿发泄后 才把他送往医院 得知消息的毛哥随后赶到 大叔见到毛哥后 才把莫妮卡的罪行告知毛哥 可是苦于没有证据 毛哥不能拘捕莫妮卡 此时的女神正在计划下一步 她以一千万美刀的报酬 让自己的私人医生混入医院 悄悄地解决掉莲母大叔 由于莫妮卡握有私人医生的把柄 她只能照做 莫妮卡买通医院的看守后 私人医生成功进入病房 她手持注射器准备送走大叔 大叔却由于医生没有擦酒精绵 识破了她的轨迹 然后她控制着医生 两人头戴白色床单走出了医院 外面已经布满了警力 指挥官判断失误 狙击手一枪误杀了人质 大叔趁乱冲进前方的警车 用枪威胁里面的毛哥 这时大叔模糊地想起了 她有个关于莫妮卡的证据 但是只记得和四个字母有关系 她把字母告知毛哥后便放弃生命 走下车迎接死亡 莲母大叔一死 此案便算结案了 但是没有抓到幕后真凶 毛哥看着大叔的画像 还是觉得有些可惜 可他很快看到了照片中店铺的招牌 和大叔临死前提到的四个字母真好吻合 他爬上梯子 敲碎招牌上的玻璃 顺利找到了证据 毛哥满脸兴奋地把证据提交给局长 但是局长却以证据不充分 为由拒绝起诉莫妮卡 在女神的豪华花园里 莫妮卡独自玩起了扑克游戏 现在的她虽然富可敌国 却也是个孤家寡人 倒上杯红酒 独自一人静静地品尝着 不知道眼前的扑克 是否算到了她的生死 而这个下黑手的又是何方神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